一年多 然後換了三台車 怎麼好像在換女友一樣 那一個月扣除所有的成本 只有賺一萬多 都快喝喜北風了 換車 自從換這台車後 去哪邊都無敵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LioA 小便 我最近外出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喔 什麼事情 是我變美了嗎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我變瘦了 謝謝Lio 你知道什麼叫做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嗎 就是我現在這樣子 很多戶外活動 像園區的市集 或夏日音樂節 只要有行動式攤車 欸 生意都爆炸好欸 因為可以舉辦這些活動的地方 餐飲店家比較少 那賣的東西有限 所以都會邀請這些行動攤車進駐 然後每台攤車都很可愛 有文青風啊 美式風格 可愛風 然後不同的造型 大概一二十台 行動攤車聚起來 其實很熱鬧 那很多想加入這圈子的朋友們 一開始的想法很簡單 那我就開著車到處旅遊 到處做生意 今天在北海岸 明天在墾丁 小編這樣的生活是不是爽爽的 爽啊 邊工作邊環島欸 開玩笑 還不用看別人臉色自己當老闆 想放假就放假 Biu啊 不要像我們家的小編一樣天啊 當你實際下去做之後 並不是你想像中這樣子 你看大螢幕上受採訪的餐車老闆 欸 每個月賺十幾十萬 我只能說任何光鮮亮麗的外表 背後都有他辛苦的一面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聊聊用行動攤車創業 我分三個部分來說 還有我跟一位攤車老闆的訪談 如果你想用行動攤車創業 這支影片一定對你有幫助 菜單規劃 行動攤車都是在戶外做生意 在車上一兩坪左右的空間內 輕易擺放餐飲設備有限 你只能設定一樣烹煮方式 不可能煎煮吵雜樣樣來 假設你要賣營養三明治 那就需要一台油炸機 那你的菜單設定 一定是賣不同口味的營養三明治系列 跟一些炸烏類 那菜單不要複雜 不是說你賣越多樣化 生意就越好 你要考慮到出餐的時間 轉換成你營養的速度 譬如你做一份營養三明治 要10分鐘賣80塊 那炸一份薯條也是10分鐘30塊 花一樣的時間 營養三明治系列就好啦 我同意 但如果真的要賣單一品項 是不是一樣要賣出自己的特色 不然價錢貴卻不好吃 應該也不會有人要買單吧 對 譬如人家豬血糕是加花生粉跟香菜 你是加巧克力粉跟豆芽菜 還爆好吃 哇 紅了 真的紅了 通常備料的時間 會比出車做生意的時間還長 可能要四五個小時 你需要有一個空間來擺放冰箱 保存食材跟當天的備料 那當你出車在外面做生意 就是要用最短的時間 把今天的營業額賺起來 那從餐點的外觀包裝 還有品質口味 都必須要跟開餐廳一樣的堅持 顧客對你才會印象深刻 你再累積忠實顧客的速度也會小快 真的 現在顧客都很吃特色 如果你的餐點一般般 我隨便找一點點吃就好啦 幹嘛還要追著一台車跑 你要有吸引點讓客人追著你 否則大家都賣美式漢堡 雞蛋糕或現磨咖啡 你一樣要跟風嗎 就算你要跟風也要有自己的特色 可以從產品的外觀去做調整 譬如美式漢堡的麵包 你可以加一點天然的墨魚粉去調色 然後推出限定的黑旋風美式漢堡 讓賣相更好 更吸睛 對 攤車的外觀也可以改造 要Q版圖案還是要聞清風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吸引人去打卡 也是不錯賣點啦 對啦 就是這樣啦 身材器具 最重要的就是商用車 如果你本錢夠厚 當然是買新的 因為每天都在使用 當然不希望它在你出車 在做生意的時候故障吧 或動不動 哪個零件壞掉 那維修都是幾千塊幾萬塊的 那不同類型的商用車 從四五十萬到一百多萬的都有 看你要賣什麼 還有你的需求是什麼 車款的載重跟空間都不同 那我要孔驚的 怎麼肩台啊都要孔驚的 我想應該只有 Dora Omo的四次元口袋才能滿足你 要我當大雄嗎 再來是改裝 比較常見的有像發財車 改裝費用大概差不多十萬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路邊 比較傳統的行動攤車 那還有歐裔車 就後面的面板 像海鷗一樣這樣子開啟 然後包含歐裔跟改裝費用 大概十到十五萬 然後還有胖卡車 就是車頭跟車身改裝 然後車體結構加強 整台車的烤漆 就很像卡通車很可愛這樣子 那大約差不多二三十萬左右 那還有美式餐車 三噸半 就專業型的 比較可以載重 實用比較多元化 那含車價金額都要一百多萬以上 喔等等 啊就是移動式餐車嗎 嗯 為什麼還分那麼多類型啊 是不是想嗆我不懂 小編發狠了 否則你來講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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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你來講 我來當小編 一般私體店面 你所花的裝潢費用 如果你的店經營不下去 那些裝潢是拿不回來的 但行動攤車 你裝修的好壞 也會提高你的車價喔 是很保值的 那一定要找有經驗的改裝廠 幫你施工 而且一定要是合法驗車 這是最重要的 對啊 不然自己在那邊 把聰明改車 啊營業到一半爆掉 啊不就不好玩了 嗯不要假的 如果資金預算沒有那麼高 也可以收購人家想要賣的行動攤車 要注意車領 行駛公里數 還有車子定期保養的項目 不要只憑外觀 哇覺得美美的 就是一台好車 買回去啊 會修車修到哭啊 我們有訪談一位行動攤車的老闆 欸他經營一年多 然後換了三台車 怎麼好像在換女友一樣 一年三次是怎樣 超級不划算耶 真的不要貪小便宜耶 等等我們會來介紹他的創業故事 那很多二手的行動攤車 都是手排車 如果你不太會開手排車的話 在收購時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擺設地點 這是行動攤車很大的罩門 像我們在路邊看到很多 生意很好的行動攤車 都是不能停靠做生意的 因為警察隨時來 都會來驅趕 就算了喔 如果開紅單 一整天就白做工 那有些經營攤車的朋友 會把紅單當成繳租金的概念 如果今天沒被開單 就賺到這樣 這樣感覺就變成 每天上班是變相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耶 就是要一直躲警察這樣耶 嗯 也可以去詢問商辦大樓 或者是百貨商場的門口 或私人停車場 願不願意讓你擺設 那這些地點都是你要花時間去接洽的 那地點的人潮會直接影響你的生意量喔 如果你週一到週日 每天擺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去統計 欸哪些位置的生意量比較好 那哪些生意量是比較不ok的 那我們就把位置替換掉 一定要用心去經營社群媒體 讓新客跟熟客 知道你固定什麼時間點會在哪裡出車 那很多東西每天吃會膩 但一週吃一次就會特別想念 欸真的 Ryu你那天請我們吃的那間米漢堡 喔真的超級好吃 然後我還去查他的餐車輪回地區 真的幾乎一週只來我們這邊附近一次耶 有夠吊人胃口的啦 就有點像小別勝新婚的感覺 那也可以加入行動餐車的社團 都會分享各地舉辦的零食市集的活動 欸哪裡的人潮較多 而且坐一天可能可以抵三天 而且還可能曝光你的品牌 那除了餐點還有地點 還有什麼原因會影響行動餐車的生意呢 喔有天氣 只要下雨的話 那天基本上就不用出車了 根本就是沒有人會買啦 也是靠天吃飯的一種行業 欸有道理 這樣感覺中部地區的餐車比較賺耶 因為都不會下雨啊 我這樣判斷合理吧 對像中南部的氣溫比北部還高 那手搖引跟冰品的生意也會比較好 在拍攝這支影片之前 我有去訪談一對經營行動餐車的情侶 廖先生跟吳小姐 那當初他們在創業 不想開實體店面的原因 就是不想被綁在店裡 才會選擇行動餐車 可以邊做生意 然後邊到處走走 然後他們賣的是米漢堡 叫做路邊小攤車 那我覺得是蠻有特色的 當下我訪談的時候就嗑了一顆 欸真的好吃 所以我才外帶回來孝敬給我們小編 真的在強調來是真的很好吃 沒有業配是真的 他們生意真的很好耶 我下午3點半拜訪他們 然後5點就完售 那當天準備60顆 欸賣完就沒有了 那我就問他們怎麼不準備多一點 那因為他們米飯都是當天煮好在壓抹 如果沒賣完的話就必須要丟掉 不能留到隔天 就是堅持給客人吃到最新鮮的食材 那也是這樣的堅持 經營一年多喔 累積不少中食顧客 現在每個月的收入都比上班族還好很多 可是感覺很累耶 夏天就要在大熱天工作 那冬天就在寒冷中度過耶 所以每個行業都有辛苦的一面 就看最後所得的報酬 你覺得值不值得 他們剛踏入這行也是碰了一筆指揮啊 一開始是賣大腸麵線跟咖哩飯 那買的第一台行動攤車是 2005年二手的福特PRZ 車頭有改成Punk 很可愛 再加上Lily Coco大概花了30多萬 但車齡就比較老舊啦 之後一直在修車 那賣的東西算中式小吃也比較沒有特色 那一個月扣除所有的成本 只有賺1萬多啊 都快喝西北風了 那兩個人重新討論更改菜單品項 決定要賣米漢堡 欸就很有特色囉 那同業也比較少人賣 但所需要的器具設備跟改裝 原本那台福特PRZ就比較不適合 就把它賣掉 再貼錢買一台車領新1.2016年的中華林立 含設備全部弄到好大約40到50萬 那這一次重新出發調整的產品 更換了車子 欸聲音就不一樣喔 到哪邊都是排隊人潮 太扯了吧 被他們抓到適合他們的商業模式 可是真的超好吃的 我就問小編你要置入多少次啊 超好吃超好吃 一直講一直講 之後也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車子的空間太小 人作業的空間有限 導致出餐速度太慢 那食材保鮮空間也不夠 人賣的分量也比較少 想想口再一次討論 決定把車子賣了 換車 短短一年多換了三台車欸 原來他們是因為車子空間太小才換的 我以為是買了一台爛車 然後一直壞掉維修 才忍痛換掉欸 那是第一台車 第二台車是空間不足 第三台車是更換現代小霸王 比較能載重 然後空間也大上許多 間台喔 都比早餐店的還大 那小空口還可以在車上作業 就整個弄到好 金的都破百萬了 那既然是行動餐車 車子一定是最重要的身材器具 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自從換這台車後 去哪邊都無敵 雖然他們經過一波三折 現在收入穩定許多 不過每天採買備料出車 最少工作12個小時以上 也是很辛苦的 好像跟開店面差不多欸 沒有比較輕鬆的樣子喔 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欸 他們也是得到很多客人稱讚的反饋 才堅持到現在 那廖仙和吳小姐 給想經營行動餐車的朋友建議 你一開始一定要設定好 想要賣什麼產品 然後設備有哪些 然後車子的外觀風格 再決定購入什麼規格的車子 最後再去改裝 否則會像他們這樣 來來回回花了很多願望錢 不要想說一開始 先小小的做 之後慢慢的添購 最好一開始就全部到位 不然就會因為空間不夠什麼的 一直淘汰車子 因為胖凱不像店面一樣啊 空間太狹窄的話 可能改變擺設動線就會變大了 它就是既有的空間啊 塞太多東西反而會更不方便欸 還有提到一點 經營行動餐車 擺設地點是很大的問題 他們也是花很多時間在開發地點 然後不斷的去詢問商場或地主 願不願意讓他們擺設 其實現在累積的這些口袋地點 每天的行程都會提前公布在FB上 那客人也都會提前預約訂購 它裡面比較好拿捏當天要準備的份量 最後總結一下 行動餐車沒有像實體店面 在作業上那麼方便 而且夏天像快40度的高溫 那冬天又有寒流的時候 在大街小巷做生意 真的沒有比較輕鬆 但好處就是自由啦 你可以到處做生意 到處去交朋友 不會像在實體店面有租金 水電費之類的固定支出 那行動餐車 每個月最多的固定支出就是油資 大約5到8千塊左右 那車子你常跑嘛 那兩三個月就保養一次這樣 這樣停下來好像也有不少好處啊 就是自由度高這樣的 而且你本身有一份正職工作 像行動餐車這樣的模式 我覺得也蠻適合當副業的 那我想問 可以用行動餐車 去跟連鎖品牌加盟嗎 通常是不行啦 因為每間加盟店 都有一定距離的商圈保護 萬一你今天開著餐車 然後去到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搶到其他分店的生意 這樣不就不太好了 欸對耶 有道理喔 我今天看哪間分店不爽 我直接開到他門口這樣 誰會這麼做啦 你很誇張欸 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感謝路邊小餐車的 廖先生和吳小姐的資料提供 如果你也有經營行動餐車的經驗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肝骨壇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或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立二位 下次見 掰掰